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管他是做这个艺术创作 不管是做这个地方文物推动 或者是说我们的青年返乡创业 其实对孟凯来讲 我们每一次听到这个来宾的故事 都觉得说哇真的每一个来宾都有每一个来宾 各自的努力的目标跟理想 跟还有想要追求达成的一些想法 那在这一些过程当中呢 其实不管说是不是持续的在推动 其实过程不一定 结果不一定那么重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来宾都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而透过这样的一个深度访谈呢 更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能够了解说 哇原来我们在地 之所以唯一一个希望的好所在 就是因为有所有来宾共同的努力 好 也因此呢今天真的也很荣幸呢 希望能够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好好把手边的工作给放下 我们静静的来欣赏 那这一集的希望好所在为您又邀请到哪一位特别的来宾呢 来今天呢为您邀请到一个很重量级的来宾 我刚刚跟这个来宾稍微聊了一下 然后你发觉说他的一些想法 其实蛮特别的 而且呢 在推广文化创意这一方面 真的是不予于利喔 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个 是由我们 亚 亚乐佛 亚乐佛 哇我们的陈彦秀陈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陈老师请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来说亚乐佛一听到这个名字 这个名称就非常雅致也很乐佛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说 要来把亚乐佛这一个艺术创作空间给打造起来 听这名字当时起的时候呢 就是我整个主体的诉求就有一个 有跟名字是相关的 我希望是能够创建整个台湾社区社会 能够增加所谓的典雅的品味 那也创建一个所谓的喜乐的人生 对 然后更进一步的话呢 是推动所谓的快活的学习 这三大我的心愿 那当时亚乐佛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在去年的十月份才开始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搭档们呢 我们像我本身是学艺术创作的 那长期也做设计创意方面 大概也从事了大概20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那我的搭档他本身是工艺老师 那我们当时想说在淡水这个 我们很喜欢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工作室 可是我们又希望说把这个理念呢 能够推广到社区 推广到生活上 所以就利用了这一个空间呢 我们增加了所谓社区沙龙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如大家知道的 那沙龙的东西呢 很多好朋友呢 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说 是剪头发的地方 沙龙没法沙龙 那所以说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概念被长久以来定型了 那其实沙龙的话是法语翻译过来的 其实就是客厅的意思 那整个在我们学艺术来讲的话 沙龙文化呢 是主导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个主力的场所 那所以我想说把这个概念能够带到我们淡水地区来 那成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媒体很发达 可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呢 渐渐实体的互动渐渐越来越远 我曾经看过一桌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 就一直在用即时通的这个工具在做沟通 都在滑手机 那所以以我这个年近50的人来讲 觉得是这个现象并不是很好 那包括很多社会新闻 告诉我们所谓的缺乏实体互动 造成的一些社会现象的一些怪事情很多 那所以说既然我们有推这个社区沙龙 那能够是促进地方这些街坊 他们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空间 从事多元性的一种社交的活动 那这多元性社交活动呢 其实不是只有吃吃饭啊 喝喝茶啊 那我们那边其实有一些是 我们有举办一些所谓的活动课程 对 以教育为目的的 也有一些是属于社区居民 他们希望租用一个空间来办一些他们私用活动的 那也有一些我们固定的所谓的工艺美术的教学 那还有一些例如像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书法 对 演习 棋艺的演习等等 那就比较多元性一点 那希望能营造出一个空间是属于 从8岁到88岁都能在那个空间 能够很自在的 能够在那边从事一些活动 对 那可能有别于所谓的咖啡馆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活动空间 那我们那边是希望成经营成所谓的生活社区的 全方位的沙龙空间 大致上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亚乐活真的就是从陈老师一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动心起念 然后一直到现在 虽然说只有从去年10月开始 其实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但是呢 持续的这样子给予灌溉跟给予这样照顾 其实一个空间的形成跟氛围的养成 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是 主要的话 我们也是起一个头 跟大家社区的街坊结一个善缘 那希望呢 我们的这样子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努力 跟这样子的一个付出 能够渐渐的影响我们大满水地区 甚至大台北地区的一些思想与概念 让整个人与人的互动 走到一个所谓的实体有温度良性的一个方向 那在这个现在的亚乐国这边 其实就说不只是有这个艺文沙龙 文创沙龙 也有卖一些青石的部分 那这些青石是您这边来准备吗还是 是是是我们这边准备了 那主要的话 我们在在做空间这个分享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饮料啊 餐点的需求 那尤其是我们有办一些所谓的研习课程 那一课程可能有些时候是三小时 有些时候是四小时 那中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他们一些简单的餐饮或干嘛 那一般的时候因为这些硬体设备是现成的 那也是欢迎街坊邻居来这边做做喝喝茶 发呆看书或者是跟我聊天聊聊艺术 都很欢迎那顺便可以用一点简餐这样子 对程老师你刚有讲到是说 你之前就是学艺术创作这一个部分 是是 是不是可以简单也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说 您过去的这一个经历 我以前是复兴美工毕业 那我主修是纯美术还有雕塑 那后来呢 进入到这个艺术玻璃的领域 那从事了很久的艺术玻璃的工作 那中间也在美国西雅图 去学玻璃艺术 还有德国的巴伐利亚 也去进修过玻璃艺术 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离开台湾 就一直在中国大陆还有东南亚 就一直从事所谓的礼品 还有这些所谓创意设计方面的工作 那一直到去年 那刚好就是因为小孩子大了 那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可能小孩子越来越不认识 父亲长什么样 那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台湾 没有跟着一起 对对对对 那毕竟在海外的生活 毕竟不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 比较人亲土亲嘛 毕竟会有一层隔阂 那所以我们置身在外国很久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依然居然回到台湾 那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等于是把国外的这个累积的一个成果 变成是带回来台湾 那也贡献回来给淡水地区 玻璃其实台湾玻璃的话 这个是新竹啦 这哪里都算是蛮有名 甚至他们每年都还有什么玻璃艺术节 对对对对 我是第三届的首奖 是 哇对 所以一讲就马上就讲到这个 老师这个过去得到的这一些 呃优异的成绩 没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刚刚提到这个老师过去 其实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个作品 我发觉说蛮特别的 现在好像市面上 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创作 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 它是木头 但是它是一个木材去雕刻 其实观众朋友可能这样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个小台灯 呃但实际上其实它算是蛮 呃简单对不对 简易啊 如果说你这样单看这样子 它就是几片木头直合而成 可是它的好处又是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钉子或是黏着 它就是几片木头这样子用卡榫的方式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台灯 欸老师这 这个怎么会 是不是也跟你之前刚刚讲到 这个玻璃艺术有所相关 呃其实玻璃艺术呢 是一个玩与研究光的艺术科目 对 那其实呢如果说讲到玩光的话 其实到近代来讲 我们很多材料都可以来玩光 包括木头 是 那陈如主持人刚才讲的 这一个文创产品的设计 因为刚好我本身工作经验的关系 所以我一直有在接一些所谓的设计案 那也在空余时间推出一些我们亚乐活自有的一些所谓的应景的一些文创商品 那像这一次这个是比较应景的是属于苟年的新年的一些商品 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 其实我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啊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是 它其实都是教材 那因为我们工作室的有老师呢 是长期在所谓的学校体系里面 在做所谓的工艺教学推广 对 那所以说配合它这份这部分的工作 我这边设计还有研发了很多工艺品 它其实是有教材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教材包呢 它其实是可以变成平面的 然后在一个所谓的教学引导下 教学生去把它阻力起来 然后有玩的一个过程 那训练同学的这个所谓的手跟脑的协调性 那我们就是会开发这些东西 那像这个的话就是说 除了教材之外 我们把它阻力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应景的商品 对 那除了说增加节气的气氛之外 那还有一种收藏的价值 跟一些些设计的巧思在里面 是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的精致 因为像这样子 过奖 对 像这样子这个镂空的 很像是就中国传统的这种 是窗花 窗花 对 古典的窗花 最多的是在哪 中正纪念堂外围那个围墙 就是一连串都是这 这其实类似八卦的这个概念 那上面有了符跟这个蝙蝙蝙蝙蝙蝙蝙在我们中国 就是一个图像象征符记 是 然后又旁边又有小只的蝙蝙蝙 所以是五符临门的概念 是是是是 哇 这真的 其实它就几片木片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其实连下面底座 其实观众朋友如果说看比较仔细啦 就说其实下面底座也很简单 但是它这样整个一来做的非常坚固 二来又是非常实用 然后你就是放一个这样子蜡烛 LED的这种电池蜡烛放进去 就可以透过这个烛光 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灯火的感觉 那这个也是蠢翼 老师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木片上面的这个洞啊 这个穿孔都是非常的精细 这是用人力去鑿的吗 还是 现在没有办法用人力鑿 对 我们现在这个都是用 这非常细工 雷射雕刻机 雷射雕刻机 对 透过这个雷射雕刻机呢 我们把图形然后编程编完之后 导入机器 是 然后调校机器之后 让它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嗯 对 所以像雷射雕刻 它的这个深浅就可以自己控制 是 对不对 所以说有一些是可以 把它给穿过木材的 切穿 切穿 然后有的是雕刻 对 有的是雕刻 像这个雅勒活这个字样 就是用雕刻的 用雕刻的 对 哦是好老师那另外这一个 是 更厉害的 我刚一开始以为它是圣诞树 但原来它叫 发财树 发财树 因为我们圣诞节刚过 我也有做圣诞树 那因为季节性 节庆的一些礼正品来讲的话 那在在西方的文化来讲 圣诞树就是非常的popular 是 那当然我这边也做很多 那我一直在想就是说 我们中国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类似像这样子概念 对 所以说我在想了半天就是我们中国呢 吉庆来讲的话 讨吉利的话都是希望发财发财 没错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发财树 发财树 整个概念是这样子来 那上面很多的吊剑除了麻将的发财 有我们的古钱 那整个意向来讲我又不希望是太过于传统 那所以我赋予它一些设计的生命力 所以说您看到是树型来讲 它其实是一些所有的古钱币的剪影 然后吊剑的话呢 你可以看出是一些古物的 的缩影 可是整体搭配就是还带一些现代感 那让我们的街坊 就是说过年的时候 可以放在家里点起来像一个长明灯 也像一个夜灯 带动一下家里的这个气氛 所以您现在这个发财树 它也是用一个很简单几片木片 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装饰 然后再搭配这个LED灯 马上你就变是 它也是家里的一个长明灯 或是一个小台灯的一个装饰品 真的是蛮特别 所以说像现在这个木头的雕刻 跟雷射的这个雕刻 是你现在所主推的设计产品吗 主要是我们那边现场有一个工作室 那因为这几年有一个名词叫创客 对 所以我们那边的话可以解读为 是一个小的创客的一个工作室 一个基地的工作室 那在我们亚伦活现场呢 是有雷射雕刻机 有3D列印机 那我们同时也有开这两门课程 就是针对有需要的这个创作者 那有一些创作者是说 因为他没有投资这样子的一些设备 那他来租用我们 我们也很乐意 去推广这些可以简单快速 实践你梦想的一些设备 那除了一些小型的切台锯台什么 我们那里都有 那甚至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靠近北新庄那里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木工厂 那配合我们那个我的搭档的那个木工老师 因为他在木工艺方面的掌握度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他还有很多是比较大型的实木的一些创作 或者是订单类的东西 对 那我们都互相结合 那未来也会做更多公益的一些发展 目前现在很多朋友在 在问就是像精工类的 小型精工类的 那只要现场条件只要能够满足 我们都很乐意去继续的往下做发展跟推广 大致上是 其实曾老师我们过去几年 我记得两年前三年前 好像非常红这所谓的这个3D列印技术 是是是 即使当然到现在可能这一 这去年到今年好像相对来讲比较少讨论了 不过呢这过去两三年的时间真的是 3D技术有人讲是说这个是一个 化时代的大躍进 有人觉得是说这个是 这个可能是引导下一个世代的一个潮流 甚至还有提过那个时候郭台铭董事长都说 要投资多少钱 因为他可能已经看到这个商机 对你来说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 您觉得3D列印技术是有它的一个什么样的魅力跟创新的部分 这个问题很好 那3D列印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 想象的到了领域其实还要宽广 还要广 它发展到今天来讲 它能够深入到的层面呢 有工业的 有科技的 有教学的 有医疗的 方方面面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 我们想象 那像我们在艺术应用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所谓的快速成型 甚至是复制的一种好的一种渠道 那早期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设备与技术的时候 我们要成型的一件立体的一些像雕刻品或者是立体造型 我们是要用手刻 慢慢的去刻 刻好之后修整完 那透过翻模的技术把它做复制 那3D电影来讲的时候呢 它相对的就降低了这个门槛 你只要有一个虚拟的电子的一个所谓的程式档 它可以很快去把这个立体的这个形状复制出来 因为它的成本不高 就发展到今天的话 它其他材料成本并不高 那所以说对我们艺术创造来讲 快速成型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的工艺模式 那其他行业来讲的时候 他们甚至是直接可以做出所谓的样品 样品其实就是成品 那当然这是其他领域的 那我们所谓的创客或者是说 这个艺术或者是说公益美术来讲 它是一个快速复制成型的 非常好的一个技法 甚至刚刚其实像陈老师有提到是说 包括医疗部分 都有人在讲是说 也许下一个阶段真的用这个生物科技的 再演化或者再进步 说不定你如果说 人有任何的这种器官 是 都可以用这个3D列印的方式 透过这个生物科技把这个相对的器官 给列印出来 那也许之后 人类如果说有什么需求的话 他要换器官 他可以直接用这个3D列印的器官 目前现在没有 但是不代表未来没有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是以倍数来成长 就不是用加法是用倍数来成长 所以我们是乐观其成 那只是说我们工作室部分是有引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技术 那我们也很乐意推广 像我们昨天有两位老师 那现在有一些中学或高中的老师 其实他们还蛮有心的 利用他们假日的时间来跟我们做交流学习 对 那我们都非常的乐意教导欢迎这样子 所以我们雅乐活这边不只是定位说是一个居民 可能大家互相 闲家之余可以来这个互相交流的一个空间 文化的空间 更是一个 未来可能也是一个教学的基地 或者说教学的场域 程如刚才我们前面报告的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我希望定位它是一个多元的交流空间 而不是说只是局限在某一个框架之下 那目前我们有交流的这个状况呢 就是天马行空啦 什么角度都有 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不同领域的人 他会认识到不同领域的东西 那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新的思维出来 那这我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那我也觉得台湾社会 在现况来讲也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是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是一个不设限的而且开放的 互相可以多元讨论学习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很容易就有一个不同的火花给产生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嘛 就像是譬如说为什么过去的时代 在法国的赛纳河会被认为是说很多著名的诗人作家都在那边产生 就是因为大家就在那边喝咖啡 喝咖啡是互相聊天 有些时候是以现代的观点来讲也许就是纯聊天打打屁 但是呢就这样互相的碰撞出也许新的故事或是新的框架就这样子产生 是的是完全正确 是 所以陈老师最后我们在今年有这个亚乐活的目标也就持续的往这个方向来迈进 今年当然也是延续我们创始的想法 当然我们会透过各种的机缘管道去邀请各种不同的所谓的领域的人士 跟街坊做互动 甚至有一些是所谓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 对 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安排 那除了这些之外 如果街坊社区的大众认为我们是一个咖啡厅是一个茶馆是一个减餐的场所也没有关系 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学习与教育的中心也非常好 那如果是我们要讨论出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的一些创作思想 那陈馆长这边也应该有相对的能力跟大家做激荡 我可以分享我20年的工作经验 对 还有一些艺术的工作经验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那我们还有专业的公益老师 有的时候也会在现场 所以多元的发展是我们既定的一个渠道跟方向 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 或者是退休长青族 都欢迎来我们的店里走一走逛一逛 大家聊一聊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了解 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陈馆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而亚乐活乐说你有任何兴趣的话呢 都欢迎你上网Google来搜寻高雅的亚乐快乐的乐活 活出自在活出生命活出精彩的活 OK 我们希望好所在这一节节目 很感谢我们陈馆长来到节目现场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学时间再会咯 谢谢您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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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